我們今天主題是 令人頭痛的叛逆期 好 那主題當然就黃玉瑞 黃老師啦 這個很叛逆 還好啦 好 不過呢 我先請教一下元肥啊 你這個手是真的刺青嗎 真的啊 哎呀 我爸媽快瘋了 剛刺的時候 那是幾歲的時候刺的 我第一個刺青是國中的時候 國中一嗎 大概國二吧 國二 對啊 那時候家裡就沒辦法接受 然後那時候在這邊 然後我爸蠻狠的 他就帶我去把這塊皮割掉 哎唷 我的天主 真的耶 對 用膜的耶 就要割掉 然後封起來 但是代表沒有用 因為你們看我現在身上還是 啊 對 OK 那這個 這樣的刺青是國中就完成了嗎 沒有沒有 國中的話就一點點 那剩下就是等我長大之後 就是法律上 他沒有辦法管我的時候 那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十八歲 對 那這樣的刺青要刺多久 哇 像我手這一段 可能分 分個兩三次的話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 對 那像這種大概就是 四五個小時 對 那這樣的圖案 有代表什麼意義嗎 有啊 每一個都 這個好了 我講這個 這個是坦承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很喜歡說謊的人 我慣性說謊 那因為這樣 其實我失去了蠻多朋友啊 然後跟很多不認同 所以後來我跟我自己說 我不要說謊 我就赤而坦承在手上 所以我就是 提醒自己隨時 做藥品 嗯 大概是這樣 那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花紋 你是說字體還是 這個這些都是花紋嗎 對啊 因為我平常 我喜歡自由潛水 所以這邊是海浪 然後有海龜啊什麼的這樣 都是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跟我覺得值得紀念的事情 我就把它刺上去 是是是 那現在爸爸媽媽看到 這樣的刺青有什麼 講話嗎 因為我跟我家人 其實跟我爸 其實不太會講話 所以就是也沒什麼差 只是一開始回到家之後 都要穿長袖 但現在就是 因為我也覺得說 我現在是成年人 好像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你也管不到我 是是是 對 所以就沒有 後面就沒有討論 刺的時候很痛吧 很痛啊 那種痛有辦法用言語 怎麼形容嗎 他就是很像 縫衣服那種裁縫的針 然後你的皮膚這樣 就是很像針刺進去 然後這樣子 嚕的那種感覺 大概是這樣子 感覺痛得起來 感到針受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主題 令人頭痛的叛逆期 我相信原匪國中的時候 一定很叛逆 超級對不對 那家長就很傷腦間 我以前其實成績很好 然後我爸媽 對我要求很高 我爸爸是 小學的時候 我小學的時候 成績很 因為我是國中的時候 開始叛逆 然後我家人 對我的期望都很高 我爸爸是法醫 然後有開餐廳 就是事業都很好 但是我從小就很缺乏愛 我爸爸他從來都不知道 我可能幾年級 我然後我的生日從小 他怎麼會不知道 你幾年級 他太忙了 他工作太忙 他從一到六都在工作 然後禮拜天又要開會 他有他很多的事業 但是那時候我還 他又做法醫去驗屍 又回去開餐廳 然後我們家還是診所 所以他超忙 那我還是小孩子 我那時候不像現在 能理解說爸爸很忙 我要的是一個爸爸 我想要被關注 我想要被愛 那為什麼我什麼都沒有 你們就告訴我 說我命很好 給我一棟大房子住 然後我可能有很多的利用錢 但那是我要的嗎 我想要說話從來沒有聽 我又是獨生女 超慘 然後我在學校 因為我媽就是比較貴婦 然後我從小 我媽就幫我打扮得很漂亮 跟其他小朋友都不一樣 我小學就穿那種皮草去學校 會不會被大家討厭 我被霸凌 然後被丟飲料 然後書包被撿亂 然後就是各種 我覺得以那個年紀來算 很誇張小學 那我回到家 我也不會跟我媽媽 妳穿皮草 我們穿的是草 對 我們穿的是草 那我媽 但是重點是大人覺得 大人覺得那個是對妳好 媽媽覺得說 我真的是漂亮嘛 我愛妳嘛 那我幫妳這樣打扮 那我在學校被欺負了 我也不敢跟我媽媽講 因為我媽她也是對我寄予厚望 她就覺得說 妳有什麼好講 妳就是小孩子嘛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大家都說小朋友要聽話 什麼叫做聽話 服從就是聽話嗎 那妳要小朋友服從的時候 妳是不是應該要讓他服嗎 就是前面這個字 那溝通是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父母親 很多就是講話都會用否定式 要否定式 這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很不好 我想說 我可能今天想要去學畫畫 他就會說 妳學畫畫幹嘛 沒出席 然後我想要做什麼 妳現在要幹嘛不行 我覺得這是很多台灣家庭 會發生的一個問題 是是是 好 其實我作為家長 我有兩個小孩 那他也經歷過這個叛逆期 那所以特別 對這種新聞特別有感受 那我想請教佛老王 你有孩子嗎 有 有 而且 佛老王 今年國一 開始了 幾個 一個 男的女的 女的 那叫做雲匪嗎 沒有 沒有這麼大 沒有這麼大 沒有 我覺得其實我們小孩 這個年紀的家長 真的心裡面有很多委屈 怎麼說委屈 就是大概在十歲以前 小孩就是很乖 很天使 尤其像我家女兒 又是個性上面 又是比較內向 所以就是叫她做什麼 就做什麼 超級乖 小時候就講故事給她聽 我從小就編故事給她 然後編成四五百個故事 然後就是都編故事 然後她就 爸爸故事最好聽了 對 就是那種小甜心 可是慢慢到中年級 就開始改變 然後改變開始判斷 中年級 那個 對 就是到三四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就開始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然後 通常都小三 對 小三 當小三已經 應該是沒有 那她到四年級就開始 有一點點轉變 可是就是我們也有看很多書 我們想說對青春期 然後我們應該要一些心理準備 要有什麼 對 我們也都知道 可是她就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就是上個月 就是上個月還在說 我要跟你們一起睡 然後到下個月 她就自己一個人睡 我想去跟別人睡 真的 那個變化太快了 然後就是前面 我們都還是要保護她 對 小三要保護 就是我們前面都還在 才一兩個月前 我們還在要照顧她的生活 齊居 然後就是什麼都要按大好 然後她才會很安心的 然後去 我們給她 我們能夠給得最好的 可是到五六年級的時候 就突然 就是在幾個月之內 然後就開始變化 就是她獨立什麼 然後你講的話 然後都不對 然後以前給她什麼都好 然後現在給她什麼都不好 然後同學揪了就走 然後我們叫她怎麼樣 都揪不出去 那個變化實在太快了 我們前面十年 我們都成立在那種甜蜜 甜蜜的氛圍裡面 結果一下子從天堂到地獄 對我們當然戲裡面 我們也想說 我們他這種反應 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可是說真的 這個反應實在太劇烈了 那你現在還沒上股機過嗎 是沒有上股機 上股機就是他賭氣 硬業賭氣這樣 有啊 其實是有 其實是有 就是因什麼事 主要都還是手機 對 就是手機使用 因為對於手機而言 我們父母的立場 其實我們只是希望他不要沉迷 對 可是我們越近 他就越想要使用 很有趣喔 他以前有一些東西 我禁止他 然後他就非常想要使用 然後後來我就說 好 那現在開始 那個你可以自己決定時間 他不用了 他就不用了 像那個我買那個 SWITCH 在家裡給他玩 我限制他時間 說他超級想玩 然後後來說 你現在暑假 OK 那你想要玩 你就玩 沒關係 買不到蛋塔 大家拼命排隊 蛋塔有一百間的時候 沒有人要排 沒有人要排 他也一樣啊 他就現在他根本不開機了 那個我那台SWITCH 放在那邊 大概有半年沒有打開了吧 你已經滿足他的好奇心了嗎 他就已經滿足了 他就一樣 那手機 可是手機又不是我們 那種可以說 好 以後都讓你使用 因為我們看到是 好 你都可以自由使用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一整天 一直在那邊玩 因為手機的 那你手機你怎麼禁他 我就是 兩個小時 我就是最開始 我就說已經延止玩半小時 一次玩十分鐘 他前面都來接受 然後後來就漸漸漸漸 然後需求越來越大 還會跟你 還會跟你協商 所以他就說 話跑來不夠 對 那要跑進家四分鐘 真的不夠啦 對 就不夠啦 人家安排不夠 我老人家都不夠了 何況是女孩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上網搜尋命運好好玩